大家好,今天的新闻是 福西影响汉堡断供 京城麦当劳只剩配菜 天津北方网讯 今天我们将向您提供有限的菜单 昨日下午,记者走访大姑南路 小白楼、滨江道、金滨大道多家麦当劳发现 其主打产品汉堡包基本消失 所有麦当劳点餐数经贴着上述告示 据了解,洋快餐供应商上海福西公司 被爆出用过期肉做原料和私自篡改 生产日期与保质日期等违法行为后 天津多家麦当劳 有的停售汉堡产品 有的只售一款鱼类汉堡 何时恢复供应还不确定 昨日正值周末,金滨大道麦当劳只开辟了一个点餐口 并且点餐牌上所有汉堡和炸鸡类产品 已经贴上了寿庆标签 大部分顾客点了饮料和冰淇淋拿走 店内就餐的顾客寥寥无几 桌上大多放着饮料和薯条 今天什么汉堡都没有 只有饮料 冰淇淋 派和薯条 服务员说 汉堡断货了 今天早上 麦香与汉堡还有 不到中午就卖完了 何时能恢复供应 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 小白楼 冰江道和大姑南路 麦当劳也贴出相应告示和授情标签 不过小白楼麦当劳还有一款 麦香与汉堡在卖 麦当劳网上订餐 目前也只能提供薯条 饮料 冰淇淋 至于为何会停售汉堡产品 工作人员都表示不清楚 今天 没给我们发货 也不知道何时恢复正常 再见